台北市立動物園又從澳洲引進了四隻可愛的五尾熊 預計在經過十四天的檢疫之後 最快在下個月十一月六號就可以跟大家見面了 在管理員的協助下 兩歲七個月大的公五尾熊 弗萊爾從籠子裡被爆出來 他睜大眼睛四處看看這個新環境 經過一連串的檢查以及晶片掃描 這一隻來自澳洲庫倫冰野生動物園保護區的新朋友 立刻被放進檢疫社 雖然經過長途的運送 弗萊爾完全沒有不適應的狀況 爬上尤加利樹之後就開始享用來台的第一餐 這次來到台灣的五尾熊 除了在澳洲人氣超旺 投好壯壯的公雄弗萊爾外 還包括三隻母的五尾熊 分別是剛剛媽媽三歲七個月的Empress 快滿兩歲體型嬌小 只有3.27公斤的Tiwi 以及一歲六個月的Coro 動物園表示會一次引進這麼多五尾熊 主要是因為六年來 五尾熊陸續病死四隻 加上五尾熊容易感染反轉入病毒 進而引發癌症死亡 所以才會一次引進三母一宮 希望在明年五尾熊繁殖季節能夠有好消息傳出 過去我們在繁殖照顧個人中 我們也算是生了幾個個體 有兩隻順利的成活 那當然都是於雄性的個體 那有母的個體沒有辦法繁殖 因此在澳方這次的挑選過程中 也留意注意到這樣的細節 而這四隻五尾熊今天住進動物園之後 還必須經過14天的檢疫 預計最快在11月6號 就能跟臺灣的民眾見面了 記者吳耀宇 劉翰林台北報導